大家好 今天教你在家做空心大油条 掌握这几个技巧 做出来蓬松酥脆 各个空心 非常的好吃 往盆中加500克的油条粉 已经调配好了 其他东西就不用加了 往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接着再加入180毫升30度左右的温水 温水分次少量的加入 边加边搅拌 手上磨一点食用油防粘 然后揉成偏软且比较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请30分钟 案板上撒一点面粉 把面团轻轻地擀成长方形 切成两到三厘米宽的长条 中间抹一点清水 这样可以提高粘性 两条落一块用筷子压紧 这样不容易散开 锅里油温烧至六成热 把油条生配撑一下 然后放入锅里炸 中间注意来回翻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防止炸糊了 炸至金黄熟透之后 捞出控油 这样做出来的油条蓬松酥脆 非常的好吃 做法也简单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